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Lam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戏剧人生 张英才在1960年代 就和粤语片的演员契尔芬 即是方宁在拍摄《遥远的路》和《伏摩乾坤劍》的时候 就认识了,之后就谈恋爱 最后就在1964年结婚成为一代 两个人婚后亦有两个儿子 但是去到1969年,他们两个就决定离婚 可能是意见不合 另外,在网上有流传说 阿车远远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子女 但是这一点就未得到张英才的证实 而车远远本身也极力否认这个事实 好,接着就是和大家分享和总结一下 张英才这几十年来演出的作品 首先我们会总结一下他曾经演出过的电影 即是粤语长片 首先是1953年 《养子当之父母恩》 同演的是上官军卫和司马华龙 1954年有三套剧 首先是失足痕 同剧的有上官军卫司马华龙 接着是梨花一枝春大雨 同剧的有上官军卫司马华龙 接着是飘灵女 同剧的有上官军卫司马华龙 接着是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有四套作品 首先是《一片冰心》 同剧的有余美卫司马华龙 接着是《大闹粉庄柳》 同剧有上官军卫司马华龙 接着是《真金不怕红卫火》 同剧的是上官军卫司马华龙 接着是一九五六年有两套作品 首先是《一片飞花》 同剧演出余美卫司马华龙 接着是《星舟艳跡》 接着是《星舟艳跡》 同剧的有梁省波、周昆凌、鳳凰、鳳凰 接着是《甜姐宜》 同剧的有张英、文蓝、梁省波 接着是一九五八年有四套演出 首先是《玉女春情》 同剧演出有《临讽》、《墨基》 接着是《玉女经浑》 接着是《玉女经浑》 同剧演出的是《临讽》、《墨基》 接着是《酒店情杀案》 同剧演出有《范丽》、《欧家慧》、《龙江》 接着是《鸳鸯谷》 同剧演出的是《欧家慧》 同剧演出的是《欧家慧》 一九五九年有四套演出的 第一套《玻璃鞋》 同剧的有《临讽》、 接着是《方堂女婿》、 同剧演出的有《方堂女婿》、 接着是《过佛新娘》、 同剧演出有《临讽》、《龙江》、 《独立乔之戀》、 同剧演出有《临讽》、《墨基》、 《不少堂女婿》、《中堂军》、《冨凤》、《尿封》、《尼斯》、《安全态》、《乽洞》、《来亚利巴巴》、《四十大道》、作出演出2009病 歐家惟 林妍 青山紅粉 同劇演出 歐家惟 墨姬 虎海孤初 同劇演出 墨姬 夏惟 封尘奇女子 同劇演出 林俸 墨姬 然後是1961年 1961年是相當多的產量 有2、4、6、7、7套影片 第一套是《女大不中柳》 同劇演出 周丹 陸珠 《失蹤少女》 合演出 林俸 墨姬 女企 《玉女求王》 合演出 林俸 梁醒波 墨姬 《青春热》 合演出 林妍 龍江 墨姬 《南北恩怨》 合演出 陳厚 林俸 杜娟 《慈母守室中仙》 合演出 白燕 女其 墨姬 跟着是豪门叶寨 合演的有白燕临讽 张英墨基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 张英才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告一段落先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多多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 我们下条片再见,拜拜